上一家我們看到的i5 Touring 是目前台灣市售唯一的純電旅行車 但會不會很快的 其他的電動旅行車要來了呢 Eddie哥 這個A6 E-Tron 我們在之前看到的是概念車 來台灣 那大概這個E-Tron 但它在國外目前有一個版本 就是推出了800V的版本 然後它這個是後驅版 規格上來講 它的車長4米9 車寬1米9 然後車高1米4 那它的目前的續航 國外的續航後驅版的 平均是565公里 但它有一個很有趣的規格 在不同的city highway或平均上 它有一個天氣的差異 在我們在國外的規格上 看到上比較細節的 就是一般的天氣 就是正常天氣可以810 就像它宣傳可以過800公里 但如果它是冷天 又是市區 它可能只剩410 所以那平均起來 我們看到數字是565 但是這是 所以它的宣傳說超過800 是在特定的天候跟環境之下 可以800 如果你所在的地方 它真的有這樣的極端天候的話 你要參考的那個標準就不一樣 那它也會有avent對不對 你講的那種所謂的冷天 不是我們的這種5度10度冷天 不是不是 是負的 是負的 這時候如果車上的 那種空調系統 跟電池的加熱系統 如果有加上heat bump 其實就會有很大關鍵 熱棒基本上 它不是用這種所謂的 像那種暖氣的加熱 它是用熱交換 它用熱交換 它效率會比這種 這種電阻加熱的 會效率會高 非常多 所以它整體的效率上面 其實有很多種搭配 都是要注意 所以台灣 我們雖然沒有尿的幾端天候 德波1V9 它有熱棒 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它其實上市時間 已經有點拖延了 如果今年年初就上市 當然銷售量跟累積的掛牌 是會更多 但是某一個好處是 大家等那麼久 就等了大概三個月到半年 所以它這一次開始交測的時候 它反而就把原來EV6 要選配的heat bump 就是熱棒 把它變成標準配備送給 送給大家 那講到這個也是等很久 ID boss Bob哥 關於這一台電動車 有進一步的消息了嗎 準備要預賞了 真的 大家當時看到它 我們節目已經介紹好幾次 因為其實消費者就一直有購買的慾望 強烈的慾望 所以貓運商就跑在前面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很多電動車 其實我們從國外看到的時候 有很高的關注度 但是這個關注度 如果你時間拖太久 它會如隨風而示 你看台灣的ID bus 都已經有改成露營車的了 對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 比如說總代理或者是分公司 應該要記取這樣子的一個教訓 就是說 並不是這個所謂的消費者的興趣度 跟關注度 它不會永遠存在 所以我認為台灣的車輛的引進 現在普遍有一個台灣的車子 賣的好的 它就是跟國外的這種所謂的時差越短 其實它的銷售成績越好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 最好同步發售 最好同步 對 那等到這些車子陸陸續續 我估計因為它現在要預賞 其實我們去年就在講說 ID bus 或者整個福斯的ID家族 在2024年準備到來 那現在一轉眼 我們已經進到2024年的 年底了 下半年 然後第三季已經要結束了 所以你會發現 可能整個不管是福斯的ID 不管是4或5 或者是像ID bus 都是25年之後的事情 那我們過去 它會不會也有旅行車 接下來會有ID7有Tourer 其實ID7 我認為ID7跟ID4跟5 又是不同的 我認為是一個不同的 產品思維的世代 因為3 4 5 在中國大陸 其實它當時是要對應 整個在中國市場上面 其實它算是很早推出 但是因為它沒有想到 遇到的本地的這種 新創品牌 新創品牌的競爭的 這種那麼強大 因為你去看ID3 你會發現前方的那個儀表板 你會覺得它還是在原來的 傳統汽車公司的思維 結果它就給你一個滿漢全息 結果其他的競爭品牌 都是給你一整片的 所以到ID7的時候 他們其實已經意識到說 如果你在整個要去對應 對應全球的電動化市場 的這種產品策略 尤其是你要在中國上面 又要能夠有過去大眾品牌 在中國有一個絕對性的優勢 你沒有推出真的夠好的產品 你會很辛苦 所以我認為ID7 基本上是屬於那樣的思維 所以你會發現ID7 不管它的產品的內涵 它的電器的規格 其實都跟現在的MEB 的第一個世代的產品 其實有一種跳躍性的這種思維 所以我認為福斯集團 現在在整個電氣化 的推進上面來講 他有一些好幾個挑戰 需要在這時候被快速解決 否則一定會影響到這個品牌 接下來五年的存活的關鍵 你怎麼會想到 2020年2018年的時候 拿下全世界一千萬台 跟豐田兩個在這個龍頭之爭上面 氣勢如虹的品牌 怎麼會一轉眼 不過就是五六年而已的時間 就在講以後這個品牌 會不會有存活的問題了 所以世代的 這很嚴苛的挑戰 對 世代的變化 實在是比起我們過去的想像 其實還是來的快很多 好 那另外再來看Volvo 因為德哥剛好 我們今天錄影的時候 你們才剛從瑞典回來 你們才剛從美國回來 是的 是的 那來聊一下 接下來要進到台灣的選項 其實Volvo在去年 有大有小 去年算是很強勁的品牌 去年全世界它賣了超過70萬輛 就是鴨子滑水 它算是成長幅度很快的品牌 而且他們之前 COP26的時候 它就已經有宣言說 它在2025年呢 要50%純電車 而且它的這個排碳的CO2 減量要40% 所以他們預計 就是要推出了EX30跟EX90 那EX90呢 其實在2022年底 它就已經出現 但是它不斷地在做測試 不斷地在做測試 那總算在9月初的時候做發表 那這台車 先講這台車 這台車等於算是 所有Volvo 你聽到馬力最大的 它頂級車款510P 就是Volvo從來沒有過500P的 它不重視這麼強的性能 但是這一台電車 它給你這麼強的性能 但安全性更厲害 它在車頂上面 你會看到一個小罩子 它第一次用了這個光達 而且是NVIDIA的系統 所以他們據說 它的這個半自動駕駛 它可以有效的降低 就是交通意外事故率 將近20% 這已經算是很誇張的 那再來呢 它有一台小車很漂亮很討喜 EX30 它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For一個人 因為我們大部分在路上跑的 你會發現 不管你開大車小車 大部分都幾人賽 那它這一台車 等於比較像是2加2座 它後座讓你備用 可是它都會通勤的時候呢 又讓你覺得相對的好用 它快充呢 可以承受到153千瓦的這個電力 所以我覺得 這台車禮拜如果價格 能夠壓在150左右 一定是不會翻過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軟體 是 Volvo它自己認為它是小廠 所以它就沒有自己要做作業系統 所以它用Google的作業系統 那這個現在看起來 在這個世代變成是一個優勢 所以你看到新世代的 不管是EX30或EX90 它都有一個新世代的全新的 這種介面 那我們看到這個介面當然很新穎 很直覺 包括前方的儀錶板 中控來講 而且它分層 其實在整個設計上面 完完確確定針對車子設計 比CarPlay的整合性來的更高 就是你只要會用你的手機 你現在很熟悉你手機的各種操作 你就會進到車子裡面 你覺得就是那個直覺 它就長那樣 好 那這個系統呢 我們以為是你現在買新世代的產品 接下來的EX30、EX90才會用得到 後來我們去打聽 他說沒有你知道2020或2021之後的 比如說你是買 比如說XC40 Recharge的 C40 Recharge 它可以有嗎 原來的 原來的那個介面 你看起來就有點土土 畫面雖然是直的 螢幕的顯示度也夠大 但是它就是一個icon 就是用很原始的方式排列在那裡 它並沒有一個首頁 而且用一個整合性的畫面去整合 但他說接下來OTA是 就算你是舊的車主 只要是這種大概差不多3年左右的 新的這個平台的世代 它用Google系統的 它可以透過一個OTA 之後就全部換成新世代 我認為 現任的車主會開心 我認為它的車子 因為換成這樣新世代的介面之後 它整體的座倉體驗 數位體驗 就會完完全全進入下一個世代 很好耶 我覺得這很好 這就是軟體定義車款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而且這個對現在的車主 來說 它也沒買到電動車 可是它竟然可以享受 新世代的介面 我的車反而又年輕了 又進步了 這樣很棒 對 我覺得這樣很棒 這樣很好 所以一直在講 軟體定義汽車 會是接下來各品牌 它的競爭力是所在 原因也正是如此 那接下來小七我們來看一下 保時捷的馬康 Electric 你覺得它的競爭力 馬康的競爭力 但不用多言 這個一定會賣得非常好的 特別是它接下來 全新大開款之後 要進入純電世代 但是純電世代 目前已經發表 有三種規格的車 除了入門的馬康 Electric之外 還有4S 還有Turbo 所以你想要比較入手 價錢輕鬆的 或者是性能稍微好一點 或性能更頂尖的 其實都有 但最重要的 純電 那這個純電 其實它的期價 也不過358萬 那當然保時捷 一向是你要什麼 你自己選 所以買出來 都不會只有300多萬 但是你要看它的性能 它的硬體的規格的規劃 我覺得真的非常棒 那基本上 以最入門的車來說的話 就有100度電的電池 而且是800幅的架構 這跟我們剛剛在講的 電車呢 你要去核心定義 什麼樣是購買的點 我覺得歐洲人 和其他傳統品牌的定義 其實跟Tesla是不一樣的 而且因為它已經架構 在PPE這個平台上了 對 全新的純電的平台 那這平台跟VAG 其他的這個電的平台 已經是不一樣的平台 它跟奧迪共同開發的 所以這個是下一個世代 全新的平台 所以保時捷為什麼是頂尖的品牌 它還是走在很前面的 它除了說 TICON之前就用800幅 是一個創舉之外 它現在MACON 這種比較入門的車 它也給你進入全新的 下一個世代的產品 那這個續航里程 當然不用多說了 以最入門的車來說的話 WLTP 可以破640公里 它有最大充電功率 是不是可以破300 對 它其實最大充電功率 現在我們還沒有拿到 但是看起來很強 因為第一個850系統 原來TICON就已經270了 然後它100度電 它的時間還是一樣 大概就是20分鐘上下 所以表示 最大充電功率又更高 又更高 然後它也是更高原型的 那當然TICON更強 TICON現在跑到320千瓦 而且TICON是一路到60% 的時候都是平的 其實講到這個 各位不要覺得說 這個東西遙不可及 現在你買這個車子 不用注重這些東西 其實電車的更迭速度非常快 你如果你買車 是要用5年以上 這些東西必須現在考慮 對 規格就是你的競爭力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看 那國產的電動車呢 稍微回來 對 那種地球黃金線賴蠔友啊 你知道地球黃金線賴蠔友嗎 真的嗎 蛤 黃金線賴蠔友 那你知道加入地球黃金線賴蠔友嗎 那你知道加入地球黃金線賴蠔友 有機會可以得到iPhone15嗎 真的假的 是真的 趕快拿起手機 加入地球黃金線賴蠔友 參加答題挑戰 就有機會獲得iPhone15 及汽車品牌周邊蠔禮 同時獲得獨家及最新的汽車資訊 趕快加入地球黃金線賴蠔友的行列吧 來